美國波音客機事故貧生 但今年頭三個月就發生脫門、脫撈、起火等意外 再次引起外界的安全疑慮 波音一個前員工約翰巴黎特 就曾經多次公開指控波音公司 生產線違規操作 還因此與波音對保公同 他原定上星期六出庭作證 他在當日被發現開槍自殺身亡 巴黎特在波音工作32年 他2016年向傳媒透露 波音787客機的緊急氧氣面罩系統 在測試中故障率達到25% 其後再多次爆料 包括說波音工人會為了追趕進度 是飛機安裝不合格的零件 即使管理人員知道違規情況 都沒有採取任何行動 美國航空局亦在調查發現 波音工廠內有至少53個零件位置不明 勒令波音公司補救 其後在2018和2019年 波音737 Max客機因為系統問題 發生兩次嚴重兇難 分別造成189人和157人死亡 連串事件令外界是巴黎特為吹哨者 他在2017年退休之後 對波音展開法律訴訟 指控波音因為吹哨事件 波音公司發聲明 指對巴黎特的離世感到悲痛 當地警方正進一步調查事件